本台消息 2月22号十三时许 内蒙古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新井梅业有限公司 露天煤矿 发生大面积坍塌 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两人死亡 六人受伤 53人失联 事故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高度重视 并作出重要指示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新井梅业有限公司 露天煤矿坍塌事故 造成多人失联和人员伤亡 要千方百计 搜救失联人员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妥善做好 安抚善后等工作 要科学组织失救 加强监测预警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严肃追究责任 并举一反三 杜绝管理漏洞 当前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强化防范措施 狠抓工作落实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做出批示 此次事故失联人员多 要全力搜救被埋人员 保障救援安全 妥为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国务院安委会应急部 要督促各地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和措施 加大重大隐患整治力度 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 和李克强要求 应急管理部等部门 已派出工作组 赶赴当地指导救援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以组织力量开展救援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